欢迎来到雨说体育 今天中国队不敌塞尔维亚 而且输了42分 仅仅是输球的话很正常 毕竟这届世界杯 你看亚洲球队基本上都是迎来了开门黑 但是你要说 所有亚洲球队第一场比赛里 中国队输了最多 输了42分 这点也是让人感觉非常景压的 很难接受 毕竟这塞尔维亚 其实他整体实力也没多强 很多球迷动作就处一样 塞尔维亚你看他以往那会儿 拿过这世界杯第二第三 那不是以往吗 你看这届大赛他来了谁 这是个缠着塞尔维亚 有很多阻力没来 尤其这里边当家头牌 尼古拉维奇两届MVP特主 又是新科的MV总冠军 他没来 他要来的话 你说塞尔维亚有夺冠的气势 我都信 但他没来 这是缠着塞尔维亚 正常动作最大牌的无外乎 就是伯格丹伯格达诺维奇 金词而矣了 约一奇的MV都是个龙头 我们正常动作起码规划了 李凯尔之后 李凯尔在深浪 人家人家是能够打上 首发核心主力之一的 在对内也是举出行众 并且攻守一体 所以乔尔杰维奇 他手下的牌正经是不少 但结果输给乔尔杰维奇 他的母国塞尔维亚 居然输40多分 而且输的比之前2016年 当时打李愿文会 那一届中国男兰 被认为是相当弱的一届中国男兰了 那会儿也没有规划球员 但是当时输塞尔维亚 也没有输这么多 那仅仅输30多分 这次也算是创造了 最近这个七八年 打塞尔维亚的一个小记录了 输的分是最多最磕的 所以说很多人讲 这一场比赛仅仅是练兵啊 练兵你往好了练呢 你不能往拉了练呢 那你这场比赛 你看周琪也登场不少时间 你最终输这么多分 你在场上临场的步子 临场的调整 你也不做改变的 那你的练者意义何来呢 最终输了四多分 除了打击几对士气以外 没有其他用处啊 所以你练兵也不是这么个练法呀 再者打国际大赛 往往最后是要输小分的 之前那会儿 2019年我们为什么 最终没能拥有一个参加委员会的资格 那不就是摔小分输给这个菲律了吗 所以我感觉 乔尔结尾齐啊 他是能知其究的 你看他对于这个中国队 首先一点人员 一开始那会儿 他定制大名单呢 就有很大问题啊 也毕竟郭亚伦 他的实力有没有共睹 当年那会儿 郭亚伦作为中国南兰三驾马车之一 他结合一介连在家周期 一三五号位 当年那会儿是一四五号位 几个强点 中国南兰跟波兰 长会时间逼平 你可以说波兰可能说 比这次塞尔维亚会 略逊色一点 但也不至于说 差距在四十二分那么大吧 那当时我们跟波兰 是打的有来个回的 那结果这是数这么惨的 那乔尔结尾齐 他的执教谋略 到底体现在何处呢 也没有体现出来啊 防手段呢 就是凭借周期 他天然的护防能力 周期如果在场的话 防守还能控制着局面 周期单下呢 防守也是被对方打成风如霉啊 千疮百孔 根本也是一无是处 你看这个塞尔维亚 那中关全场 基本上打得跟血连赛似的 很多都是大孔位 最终进攻段呢 进攻段 调缘这块不够及时 你看开局之后 张志林和周期 他俩在个人火力展现的情况之下 周期一直开局上来一个 类似于诺维斯底的重距离 当时打开局面 后续张志林呢 那简直花生成脉敌 在场上无处无债 各种立棍赶宝 那会儿打的确实有声有色 塞尔维亚呢 都跟在中国队身后 亿不亦去了 但是后续赵基伟以上呢 连续的就各种简单 就是传 因为赵基伟 他打国际比赛有一个特点啊 对方人家也是会做研究的 会提前对于你这个运动员 他的类型特点进行准备的 都了解赵基伟打国际比赛 一般来讲是不抗框的 或者说抗框也是假抗框 自己持久战手 持久情况之下 几乎不怎么主动进步 就是传球 那你无论说你 顶没顶着王哲林 对方都知道 你最终这球 你是要往王哲林手里传 人家提前就准备好 当时就抢断 抢断之后 次次都是攻手转换 你看赵基伟 当时失误那三到四个 对方都是立即就得粉的 当时就出现了这种 天反地赴式的改变 中国对原本大好局面 被对方一举扭转 非常可惜 原本开场五分钟 那是黄金局面 梦幻开局 结果乔尔结尾棋 无动于衷 首发五人打的挺好 当时继续多打一打 摁着对方 打出一把气势 你探索一下 新的方向也行 当时大好局面 盲目换人 而且换完之后 效果不好 又不及时做出调整 这都是乔尔结尾棋的问题 再者就是 之前大门用弹定制那会儿 没有用郭爱伦 郭爱伦 人家是目前国内 后卫位置上 在国际比赛 拥有自己单兵爆破能力的 有这种类型属性的运动 有时候打篮球 打到最后阶段 你会发现 或者说你跟一些 有秀球队跟他们交手 常规的传球 传导 根本出不来机会 什么球能出来机会呢 你场上持球的 你无论是后卫 还是前锋 你得有进攻威胁 这样一来 你的传球才有效 你是突破分球 还说打一些战术配合 打一些掩护党差 你才能够让对方通过 因为你持球在手 而他的阵型做出调整和改变 进行一定牵拉之后 你站稳未算 他才有好的空档 你不能说自己没有进攻威胁 郭爱伦这么优秀的运动员 结果他没带 你哪怕你放在这种浪中 你不用 你排到第12位 你平时不派上场 起码你也有坏人的余地 但结果连余地都不给自己保留 这就是完全出于偏见了 出于自己作为一个 出来乍到的主角练 对于中国队他目前其实各个球员 他的运动类型情况 还不是特别了解情况之下的 固执己见了 所以说42分不应改 之前他很多隐患早就已经埋下 现在是暴露出来 慢慢结束恶果了 这都是乔尔结尾棋的问题 今天这场比赛 我感觉中国男兰就有几名运动员 表现是比较好 周琦方伟团这块 他确实很给力 精工端当无趣法六头六中 你也没有什么瑕疵可挑 张哲林开局打的是最骁勇的 有时候中国队就需要这种发挥 你得打出自己那种强悍一面 让对方防守你 甚至阵型会进行一定的收索改变 这样一来全队才能得以排火 才能够多点开花 赵锐他今天打的也非常好 总共拿了17分 并且效率也高 只是问题在于开局之后 赵锐可能说打的没有那么积极主动 后续当时分差基本上已经拉开 大局一定了赵锐拿的分 可能说更多几种在下半场 但赵锐也确实表现不老 再有就是周鹏 展现出一个老将的基本素养 在场上确实不麻爪 展现出一个人面对这种大场面 他基本的心理素质 应对的态度 该打就打 当时周鹏 胡金秋他发挥也好 因为胡金秋你看替补登场之后 很遗憾 就是他只在最后阶段登场 稍稍已露面 之前再找那会上半场 双方比分还比较焦灼的时候 没怎么受到重用 其实这个胡金秋以他的能力 以他的进步秀绝 尤其他中距离 手起到落的精准度 完全可以为以重任的 他应该更多进入到轮换当中 有更多的出场时机 就有打的拉 拉的是李克尔 这场比赛拉了 当然李克尔拉跟主教练也吸引相关 那人家是MBA引进的 这么一个规划球员 重点球员 你战术方面 你是不是得围绕他进行一定的形象 你本身你也没能做到 那主教练也难辞其咎 通知号拉就赵基伟拉 再有就是你像这胡闻选 表现也拉 这是中国队吧 所以说打剩下两个对手 南苏丹和波多里克呢 中国队如果说带着郭艾伦来 而且全员呢 在场上都能够打出自我感觉的话 那我认为基本上是能够占据上风的 但是以目前男人的状态 尤其李克尔融入到中国队之后 也没看出来这个主教练围绕他 有什么样的合理的应用和安排 再结合第一场比赛输了这么多分 气势现在正是萎靡的时候 而南苏丹和波多里克呢 他俩之前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内战 在场那会面对伊朗啊 人家这个波多里克还是南苏丹 人家也取得了胜利 从气势方面 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方面 中国队还是落入下方的 后续两场比赛 对手也挺难啃 你要说真说中国队取胜的可能性啊 也就在35%到40之间吧 那就看个人的努力和介石的临场状态了 当然是有机会取胜啊 就看介石发挥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